讲述过去的故事,唤醒陈锋的记忆。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民间故事,男子工地干活,见地基下爬满蛇,工友说伸手就能借阴彩。 明朝年间,南宁府横县太平村有个叫朱之友的男子,朱之友今年二十岁了,虽然年纪不是很大,可是个头却很大,朱之友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,母亲为了让他快快长大,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把好吃的好喝的放到他面前,等他吃饱了,才慢慢开始吃剩下的。 为了补贴家用,母亲都会接些针线活,刺绣,拼接衣服,那鞋垫,自从朱之友懂事的时候起,母亲就一直在缝缝补补,从没有见他休息过,倒是自己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 可是去年的时候,瘦小的母亲身体终于顶不住了,他晚上点着蜡烛在灯下做活的时候,眼前忽然一黑,就晕了过去,忽然倒在了房间的桌子上,幸好朱之友刚好找不到明天穿的衣服,来问母亲他的衣服放在哪儿了,看到了倒在桌上的母亲,不然的话,不仅母亲来不及救,就连旁边的蜡烛都倒了下来。 要烧着了?朱之友扶好蜡烛,将母亲抱到自己的床上,第二天,母亲睁开的第一眼,就看见了村里的大夫,大夫见朱之友醒了,赶紧喊道,小友,你母亲醒了,快过来看看,朱之友赶紧跑过来,这才放下心来。 大夫走的时候,对朱之友说,他的母亲是因为之前的十几年一直在缝缝补补,太操劳了,年轻的时候身体能熬,现在已经熬不住了,以后针线活也不能做了,要好好休息,每个月还要去他的药铺开几副滋补的药,调好身体才行,大夫走的时候再三叮嘱。 千万不能再用针了,会伤眼睛更伤身,朱之友都一一记在心里。 他熬好药,端到母亲的床边,见母亲坐在床上,又开始在那里缝缝补补了,朱之友生气地说道, 娘,大夫说了,您不能再做针线活了,您都当耳边疯了吗?我已经失去了父亲,连你都要离开我吗? 母亲王氏听了之后,赶紧收起手上的活,将身边的衣物都推开,结果儿子手上的药,一口气喝了下去。 朱之友知道,如果不将这些针线活的东西处理掉,母亲一定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做。 母亲看出了儿子朱之友的心思,就向他保证,做完这些就不做了,因为活都结了,要将这些都做完,不然会没有信誉。 好名声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,虽然家里穷,可是要穷得有骨气,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做到。 朱之友听了觉得有道理,就相信母亲的话,而接下来,母亲不能干活了,他就要多挣钱来养母亲,照顾母亲到老。 以前他也没有认真去挣钱,只是在村里东窜窜西瞧瞧,如果有人要帮忙,他就会过去。 当然村里的村民都很朴实,不会让朱之友白白干。 有时候会给钱,有时候会给些自家种的粮食,他们知道朱之友自从父亲走了之后,家里就没有租田了,更没有粮食,只能用王室挣的钱买粮食。 现在母亲生病了,他就知道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不懂事了,一个男人要主动担负起家里的责任,母亲养大他,而他要养母亲到老,于是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,想去县城打工, 那里工作多,机会多,他的一身力气肯定有地方是。 母亲虽然舍不得儿子,可是如今自己身体抱养,他总不能一辈子都将儿子困在自己的身边。 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,他总要长大,就送儿子出村了。 正好出村的这一天,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张虎也要去县城,他看到朱之友问他去哪里,朱之友说自己要去城里找活干, 母亲身体不好,他要开始好好挣钱养家了,张虎一拍朱之友的肩膀,开心地说道,兄弟你早说嘛,反正你到了县城,也要找活干,不如和我一起去工地干活吧。 我现在干活的这个工地,可是朝廷要建的一个房子,很多人抢着做活呢。 朱之友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 人还没到城里,这活就自己找上门了,母亲王氏在一旁听了也是千叮宁万嘱咐,让朱之友和张虎好好相处。 朱之友和张虎一边聊天一边走路,这两个人一起赶路,有说有笑,不知不觉,时间就过去了。 不一会儿的时间,他们就到了县城,两个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,直叫,张虎知道朱之友这是第一次进城打工,啥也不说,就拉着他去了一家面摊的前面,点了两碗面。 还特地让面摊的大叔给朱之友的那碗面加了一个鸡蛋,自己就是吃一碗清汤面。 朱之友想要将自己的面给张虎,拿着被张虎一把拦下,说道,咱们从小一起长大,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不容易,这碗鸡蛋面就当我为你接风洗尘的,以后我们是朋友又是工友,一起好好干。 朱之友听了之后,感动了半天,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,报答母亲,报答朋友的帮助。 吃完面,张虎就带着朱之友去了工地,将朱之友介绍给工头,还和工头保证这是他的朋友,他一定会好好干的,自己也会好好带他,张虎在工地干了几年,工头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。 因此,朱之友不用从那些杂活干起,工头拿了两把铲子给他们,让他们两个人去将主屋旁边的那块地基给铲了,明后天好打庄。 朱之友接过铲子,和张虎两个人谢过之后就去了,朱之友长得人高马大,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,而且他在村里类似的活都没少干,只是一直帮那些爷爷奶奶干,虽然没有挣到几个钱,但是经验倒是不少。 这张虎虽是朱之友的发小,可他和朱之友在一起干活,毕竟是老油条了,在工地干活的时间也比朱之友要久。 因此,和朱之友挖了一会儿之后,就说自己要休息一会儿了,让朱之友也和他一起偷懒休息一会儿好了。 反正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,又阴凉又隐蔽,工头又看不见,干嘛那么勤劳。 可是朱之友第一天出来工作,这种耍滑头的事情他还是不愿意干,张虎这个人他了解,从小就是这样,滑头滑脑的,没有自己实诚,但是心眼并不坏,刚刚就是他请自己吃面,还将他带来工地的。 要不是他,自己能一来就有活干嘛,所以对于张虎偷懒的行为,他只是笑笑。 也不说话,更不去说他,只要张虎不打扰自己干活就行。 张虎睡了一会儿,醒来的时候,看见朱之友并没有听他的话休息一会儿,还在那里挖地基,觉得心中有愧,便连忙起身,重新拿起了身边的铲子,站在朱之友的旁边和他一起挖了。 他们两个将地基挖了鸡米之后,张虎又说自己渴了,就去拿水喝,在张虎喝水的时候,他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了朱之友的叫声,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水袋,三步并坐两步,跑向朱之友,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 张虎远远地看去,只见朱之友吓得一裂且,仰头坐在地上,手掌着地,用惊恐的目光, 看着地基下的那个洞,头上冒着冷汗,不敢动弹。 张虎走近了,看向地基,原来刚刚朱之友一铲子下去,铲出了一个蛇窝,这个蛇窝里的蛇不止一条,可以说是爬满了蛇。 以前挖地基的时候,偶尔会出现一两条蛇,工人们就会用树枝做个钩子,将蛇给勾出来,放回大自然,像这样子的地基下爬满了蛇的,连张虎都没有见过。 更何况是第一天来干活的朱之友,也难怪他会一下子坐在地上。 不知所措,周窝蛇只是密密麻麻地全部缠绕在一起,现在重见天日了,他们没有向下逃走,也没有向上爬出地基,只是合在一起爬来爬去。 有时候十几只蛇一起抬头,吐着蛇信子,直勾勾地看着朱之友,让朱之友觉得一阵恶心,头皮发麻。 朱之友问张虎该怎么办,是不是该喊其他的工友来一起解决这件事,或者将这么多蛇一起给弄出来,不然过几天没法打妆不是吗? 他看向了张虎,以为在张虎的脸上能找到答案。 可是此时的张虎一直盯着这个蛇窝看。 好像看出了一点门道,张虎从小也是家境贫寒,他十六岁就出来谋生了,因此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他听得多了,也就见怪不怪了。 朱之友见张虎都没有在听他说话,他去推了推张虎,张虎虽然知道朱之友在推他,可是他没有理朱之友,而是转向一边,走了几步,在地上捡了一块比手掌稍微小一点的石头, 然后当着朱之友的面扔向这个蛇窝。 只见这石头快要到达蛇窝的时候,还没有碰到蛇,就在空中被一个无形的东西给弹了回来。 这个现象将张虎和朱之友都吓了一跳,张虎又去捡了几块石头,将石头往蛇身上扔,都被一个无形的东西给弹了回来。 最后,他拿了一块石头给朱之友,说道,要不你试试。 朱之友将石头一扔,果然也弹了回来,朱之友不明所以,而张虎却笑得何不拢嘴,他开心地说道, 兄弟,要是我没猜错的话,这个蛇窝被人试了法,里面有八卦阵,是将以前去世老人的阴才都锁在这个蛇窝里了。 你伸手就能借阴才,只要将手伸过去,和这些蛇讨钱,你就会发财了,这可是你挖到的,你试试。 什么?阴才? 这可万万使不得,这阴才可是给死人用的,我们可不能对死人不敬,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吧,想个办法将这个蛇移走再说吧。 朱之友刚刚说完,就有个工人过来喊,今天结束了,头说了,大家可以回去了。 朱之友刚想开口问这蛇窝怎么办,却被张虎一把捂住嘴,张虎对过来喊他们的工人说道,好的,我们马上回去。 谢谢啊。 朱之友正脱开张虎的手,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张虎,张虎解释道,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情况,先看看再说,如果我们能偷偷地将这个事情解决,就不要麻烦公投,毕竟你今天第一天来干活,就遇到这样的事情, 公投汇决,得你真是晦气,对你印象不好,要是真的解决不了,我们就去咱们后山的白云观,请张天师出马,他可是龙虎山过来的道士,都懂。 被张虎这么一说,朱之友觉得他说,得也挺有道理的,是他自己想太多了,人家张虎可都在为自己着想呢。 于是就和张虎找了几根很粗的职业,将这个地基下的蛇给盖住了, 明天过来再解决,由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,这个时间回村的话是不可能了,张虎见朱之友没有地方住,身上也没有钱,就将他直接带到了自己租的地方,让朱之友和自己一起睡,还对朱之友说,县城离村子太远了,以后就和他一起住吧,反正两个大男人挤一下就挤一下。 这一天下来,朱之友不知道受了张虎多少恩惠,他将这份恩情牢牢地记在了心里,干了一天的活,确实很累,朱之友和张虎吃了晚饭之后,朱之友躺在床上。 他一碰到枕头,整个人就开始打寒了,睡到半夜,朱之友被一泡尿给憋醒了,他出门,站在墙根小姐之后又回来睡觉,他刚躺下不久,就从床上蹦了起来,他点上蜡烛,将周围看了一下,疑惑道,张虎呢?张虎去哪儿了? 刚刚明明和自己一起躺下的,怎么半夜就不见了?他没有见到张虎,一个人不敢睡觉,只好将蜡烛放在旁边,独自坐在床上发呆,他在那里推测,张虎究竟会去什么地方了,难道去小姐了,或者是拉肚子了,怎么等了这么久,还没有回来? 莫非是掉坑里了?一连串的问号,不断地在朱之友的脑海里回闪,他忽然想到,张虎该不会是去宫地偷蛇了吧,张虎白天的时候可是说过,要他去借阴才,只是自己不肯而已。 这个时候,门口又响起了羹夫打羹的声音,天干雾燥,小心火烛。 等羹夫走后,周围安静了很久,门口又有了一点动静,朱之友小心地往门口走去,想看看门口是谁,他刚靠近门,就听到有个人在那里狂敲门,不断地喊着,快开门,快开门,是我,是我,我是张虎,救命。 他们在追我,救我朱之友。 朱之友一听,是张虎回来了,赶紧去开门,他刚一开门,张虎就从他的眼前窜过去,爬到床上,将被子裹在身上,不断地看着四周,眼睛滴溜溜地开始转动,好像周围有人在看着他一样。 朱之友先是看了一下门外,确认没有人之后,又重新降门关上,然后走到床边,问张虎,你三更半夜去哪里了,到底怎么回事? 张虎裹着被子,贼溜溜地看着朱之友,靠近了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道,对不起,我没听你的话,受不了吸引。 就三更半夜,拿着火折子,悄悄去了工地,将手伸向了那群蛇,结果真的给我借到阴才了,可是没一会儿,那些阴才就变成一条蛇,咬了我一口,我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景象,很多人在追赶我,他们都想置我于死地,我才跑回来的,他们现在还不肯放过我,你看他们爬到墙上,在你的背后,他们都是来抓我的,你救救我。 朱之友听了之后,将张虎的手拿过来看了一下,上面的确有一个蛇咬过的牙印,他在看看自己的后面和张虎刚刚指的墙上。 什么东西都没有,难道是张虎因为贪心,被蛇咬了之后,出现幻觉了吗?不行,他得救张虎,但朱之友也不知道怎么救。 就在朱之友一筹莫展的时候,他看着张虎,想到白天的时候,张虎和他说过,要是真的出什么事情了,可以去后山的白云冠找张天师,事不宜迟,他得现在就出发,可是他走了,张虎怎么办?张虎现在这样疯疯癫癫,他又不能带着张虎,肯定会耽误事情。 朱之友在张虎的屋子里找了一下,从床下找到了好几段麻绳,然后将张虎打晕,抬到了椅子上。 把张虎的四肢都绑在椅子上固定好,又怕自己走了之后,张虎疯疯癫癫讲话,会吵到隔壁邻居,就拿了一块抹布,将张虎的嘴给塞住,还拿来床上的被子将它盖好,才放心出门,走的时候还看了一眼张虎,说了一句,得罪了,我很快就回来。 要说别的山,朱之友可能不熟,但是自己村子的后山,他可最熟悉不过了,以前在家的时候,就经常上山摘野果,打鸟,和小伙伴们玩各种好玩的游戏,他和张虎,就是在后山一起玩的时候认识的,现在却要为了张虎上山找张天师。 他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,虽然是自家后山,可是朱之友从来也没有在三更半夜的时候上过山,即便朱之友对后山再熟悉,走夜路的话,还是要小心翼翼,他不敢走太快,而且半夜刚刚下了一点点小雨,山上的路很滑,一不小心就会滑倒,他走在去白云观的山上,庆幸自己没有带着张虎来,要不然张虎的病情,他又要加重了。 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,他走了很久,可是都没有看见那个白云观,他的确记得白云观在自己脚下这个山头的区域,只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。 朱之友找的心里都要冒火了,而且这大晚上的,他心里也有点害怕。 朱之友找了块石头,坐在石头上,让自己冷静一下,过了一会儿,又拿着火折子继续前进了,他一边前进,一边想这样下去的话,何时是个头啊,就得给天空大喊,张天师,快点出来吧,人命关天呀,救救我吧。 他刚一喊完,天空中就有了一个回声,何人再次喧哗,找老夫何事。 朱之友吓得往后退了几步,他的背后却忽然撞上了一个人,回头一看,这个人穿着一件道袍。 脸上表情严肃,可是现在三更半夜,朱之友根本就看不清这个人身上的衣服,以为是一个黑衣人,脸上严肃的表情,让他觉得自己见鬼了,害怕地坐在了地上,大声喊道,鬼,鬼呀。 对方却笑道,什么,鬼,你喊老道出来,却又叫我鬼,小兄弟,你在搞什么名堂? 你你你就是张天师吗? 朱之友瞪大了自己的眼睛,黑暗中激动地喊道。 张天师回答道,正是老夫。 可朱之友还是不放心,又疑惑道,既然你是张天师,为什么我在这里看不见白云冠? 我都找了那么久了,只见张天师拿出了自己的佛尘,然后在天空中甩了一下,白云冠就在自己的眼前了,原来晚上的时候,山上出来活动的妖鬼众多,一不小心就会往白云冠贴,为了安全起见,张天师就在白云冠外面设了一层结界,这样这些脏东西就找不到白云冠了,更何况是区区朱之友一个人类。 朱之友听了张天师的解释才慢慢放下心来,张天师看着朱之友,他那严肃的表情变得和蔼起来,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手指头,在那里开始算了起来。 一会儿皱眉,一会儿又开始严肃,朱之友想将张虎和蛙道的蛇告诉张天师,张天师却比他提早开口了。 嗯,我知道了,那蛙道的蛇,还有你的一个朋友,确实不能放任不管,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 朱之友之前的确听说过龙虎山的道士,能掐会算。 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,他觉得神了,刚刚还有点怀疑的朱之友,立刻跪了下来,刻了三个想头,难过地说道,道长,请原谅我的冒昧和唐突,刚刚还对你有所怀疑,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啊。 张天师赶紧将朱之友从地上扶起来,然后说道,哈哈哈哈,莫慌,我们这就去,朱之友拉着张天师,想往山下走去,哪知道张天师将他一把拉住,让他不用动,就站在自己面前就好,朱之友就呆呆地站在那里,不知所措,只见张天师将佛陈一甩,只一眨眼的功夫。 他们两个已经出现在工地了,站在地基的前面,张天师看了一眼地基下面的蛇,蹲下来,竖起两根手指头,嘴里不断念咒,眼睛发出了红光,然后就开始观察着蛇的四周,就弄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原来这些蛇被困在这里,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了,现在虽然是大明朝,可当时还是南北朝时期,各地战乱不断,就有一个豪族将自己的族人都葬在了这块地方,并且用树将这几条蛇给困住,一直困在这个镇当中,为当时那个家族的人守护阴才。 可是已经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,恐怕那个家族的人现在,在地下早就投胎的投胎,不见的不见,有的早已变成痴妹亡良,而只有这几只蛇还被困在这牢笼中,不得去任何地方。 所以这些蛇都带着怨气,它们虽然守着阴才,但是,是不会让别人得到的,在你的朋友想伸手去讨阴才的时候,才会被反咬一口,出现幻觉。 朱之友觉得这些蛇也很可怜,它们也是有灵性的动物,就这样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待了千年之久,它们心里的委屈跟谁说,请求张天师可以放过这些蛇。 不要杀害他们,将这个树解了,就可以了。 他讲的这些话,被还在树中的群蛇听见了,那些蛇都纷纷抬起头,看着这个为他们说话的人,还不断吐着蛇信子。 张天师听完之后,望着朱之友,说道,我尽量吧,毕竟他们活了近千年,有些事情我也无法控制。 张天师拿出一道符准备做法,朱之友逃得远远地,免得自己影响了张天师的发挥,他在远处看见张天师的浮燃了起来,接着就是那个地基的洞底下,马上出现了一圈白光,慢慢地变大,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那白光的光圈渐渐变大,将周围都照亮了,朱之友被这白光照得睁不开眼,就只好闭上了自己的眼睛。 等他能睁开眼的时候,张天师和他招了招手,让他过来。 朱之友走过去,看见那些蛇都激动地往地基的洞口爬,就拿了一根木棍,在前面做了一个钩子,用那个钩子将这些蛇都勾了起来,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竹框里。 他想和张天师说自己要去山上将这些蛇放生,他一转身,张天师就不见了。 朱之友想,这个张天师真是个好人,放了这些蛇一条性命。 他抬头看了一下天空,已经有一点亮起来的征兆了,就赶紧又往山上跑去了。 他来到半山腰,对竹框里的蛇说道,你们被困了一千年,肯定很痛苦吧,我将你们放回大自然。 你们记得好好活下去,接着就将竹框里的蛇都倒出来了。 这一晚上朱之友又是去找张天师,又是放蛇,山上都来两趟了,他实在是受不了了,就找了棵大树,坐在大树下瞇一会儿。 他刚合上眼,那群他放生的蛇就折回来了,那只最大的蛇伸长了头对他说道,快醒醒。 朱之友,跟我来,朱之友吓了一跳,他不想过去,可是他的周围,除了那条说话的蛇,还爬满了小蛇,有一种威胁的味道。 朱之友只好又站起来,随着蛇群进入了草丛中。 那条最大的蛇将他带到一个小山坡,示意他将下面的土挖开,朱之友只好乖乖照做,他挖了很久,挖到了一个箱子,打开一看,里面都是金银珠宝和一些首饰,见他打开之后,那群蛇就浩浩荡荡地爬走了。 这时,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声炸雷,朱之友被吵醒了,他睁开眼一看,原来是个梦。 他还以为真的发财了呢,看来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创造呀,他转头,准备拿竹筐回去,要到工地干活了,毕竟他兄弟张虎还被绑在椅子上,现在应该好了吧。 朱之友一转身,就看见旁边有个黑色的箱子的,这个箱子和梦中的那个财宝像一模一样,该不会里面真的有财宝吧? 他打开一看,和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,天啊,那群蛇为了报恩,真的给了他财宝,这样他就不用干活了,可以做点小生意。 他赶紧抱着箱子和竹篓,回到了张虎的住处。 他推开门,张虎还绑在那里,看见朱之友回来了,在那里拼命点头,示意朱之友放了他,朱之友一将他解开,他就迫不及待地往门外跑去。 一会儿之后,他才回屋,终于舒了一口气,口中大喊,爽,太爽了,你不知道,我在椅子上都快憋死了,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尿在裤子上了。 朱之友将张虎拉到一边,把黑色的箱子放到床上,一打开,张虎的眼睛都看直了,毕竟他昨天晚上出去,就是为了那些阴才,才被蛇咬了一口,将自己弄成那个疯疯癫癫的样子。 他听张虎讲了,昨天晚上,自己被绑在椅子上后,张虎跑出去,为他做的一切,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 在知道这些财宝是那群蛇送给朱之友的之后,吓得再也不敢碰了,他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地做人,再也不要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了。 虽然钱难挣,但是生命只有一次,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朱之友说,自己想辞了工地的活,开个铺子,做点小生意,这次张虎学乖了,他什么都不要,也答应和朱之友一起创业,但是他决定跟在朱之友后面老老实实地做人。 挣了就多拿点,没有挣钱,就再去工地打工好了,反正这些财宝是那些蛇送给朱之友的,他不能贪心,跟在朱之友后面就好。 后来他们两个开了个铺子,朱之友负责进货到处跑,而张虎则凭借自己的口才留住了很多客人,他们两个后来都在城里买了房子,将家人接到城里来住,两兄弟做生意一直同所无期, 老实本分还帮助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,生活一直很幸福。